接著我們來看題目 這是有關於聲音的一些基本概念 問你誰對誰錯 我們前面的注意事項跟各位說過 同一個介質傳任何聲音速度一樣 所以選項A是錯的 我們也跟你講過另外一個注意事項叫做 同一個聲音在任何介質傳播頻率是一樣的 所以選項B是錯的 選項A跟B是前面跟各位提過的要各位知道背下來的事情的注意事項 同一個聲音在任何介質傳播頻率不變 同一個介質傳任何聲音速度不變 然後有所謂的坡弓跟坡骨 坡弓可以當作密布坡可以當作梳布 然後從相鄰兩坡骨的距離叫做一個坡長 或者相鄰兩密布相鄰兩蘇布距離叫做一個坡長 所以選項C是錯的 所以呢 對的事情是空氣傳聲是一個重坡 是前面說要各位記住的重點 空氣傳聲音是重坡 選項C是對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C OK嗎 OK 請問你這裡關於聲音的敘述誰是對的 帥哥男不對是女生 6號 沒有6 有12嗎 12 B是對的 聲音是力學坡要有介質 所以真空不能夠傳聲 所以很像是錯的 那麼選項C講了 我們同一個介質傳任何聲音速度一樣 所以不會因為女生頻率高 她的一聲數就比較快 所以C是錯的 那我們講過回聲回音 他入射坡跟反射坡 反射坡跟入射坡坡數一樣 頻率一樣 坡長一樣 所以選項數是錯的 只有選項C是對的 用力打鼓 聲音會變大 這是後面要教的所謂的響度 可是速度一樣 同一個介質傳任何聲音 速度不變 速度相同 OK 練習 那問你誰是錯的 前兩題都問對了 這個是問錯的 誰錯 29 他就當和尚 你說什麼 他就當和尚 他就當和尚 34號有新同學 幾例 B 那個 選項C 空氣傳播的速率大於水風傳播的速率 我們說過聲音的傳播 基本上是固態大於液態大於 氣態 所以空氣傳聲比較慢 水中傳聲比較快 所以選項C是錯的 所以以上就是一些關於聲音問的 簡單小問題 OK嗎 OK